鑑于社会的疑虑,我们决定交由办学团体及学校以专业判断自行决定如何处理 教育归教育,办学团体及学校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独立成科,以及可以自行决定推行科目的方式和时间 换言之,在新的政策之下,不存在三年后必须推行此科的所谓死线 香港是多元社会,如果有办学团体及学校开展一科 我郑重呼吁社会人士能够给予他们自主权和空间 如果办学团体及学校已经有推行计划,请外界不要干扰 使他们能够可以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开展科目 教育局长和我本人一样,在上任之后,承习上届政府的决定 和若干届政府在十年内瘟酿 这个轨迹做出来的决策 德育合国民教育科不是吴局长的主张,不是我的主张 那个开展的方式时间表,也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主张 所以我认为我们对司长好,对局长好,应该公道一些 谢谢 谢谢大家